小捲颱風報導 藍嶼民眾家們被旋風踹飛 一夜狂風暴雨後 開原港發生的船都沉了 台東縣長嬈慶玲 親自坐鎮主持災後 營邊中心第二次工作匯報 我們16鄉鎮市長也都在線上 請大家各自回報 我們鄉鎮公所目前的狀況 再次啟動營邊中心視訊設備 嬈慶玲仔細聆聽 各地災損狀況與需求 除了藍嶼之外 其他鄉鎮大多是道路交通災害 沒有人員傷亡 然後縣長指示優先處理 藍嶼鄉的衛生系統 所以我們已經協調了民航局 明天只要天氣一晴朗 我們把技術人員先行過去 民生需要的物資 以及鄉長所需要的圓敲 廊頭等等 鏈具等等 我們將會有一艘貨輪 明天早上就會出發 嬈慶玲也宣布 藍嶼地區6號停止上班上課 校園災損嚴重 需要中央支援 學生能夠安全上課 才能夠復課 這個部分我們也跟中央 請求支援 因為看起來 銷售損壞的狀況也蠻嚴重的 至於每次颱風 來雨都首當其衝 電力中斷 也將積極爭取電力地下化 風災過後 台東縣府動起來 全力協助搶救復原 動森新聞綜合報導